接下来再去给这个蓝雪花修剪一下藏花 这盆蓝雪花 它的这个花朵大部分都已经开败了 可能只有少部分还在开 这个时候就要给它稍微修剪一下啦 这个蓝雪花它的花期是非常长的 所以开完一波花之后要适当的给它修剪 这样的话它才能更快的开出第二波花 第二波花也更快开爆 那么那个蓝雪花花后要怎么修剪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像这样的枝条的话 只要把这个顶上开败的给它剪掉就可以 从这个地方给它剪掉就可以 因为这个蓝雪花它是每一个芽的地方都会开花的 所以像顶上的已经开掉了 那么第二波花的话底下这些就会长出这些花芽来 到时候开花就好漂亮哦 像这一个枝条它就是每一个侧芽都开出花来了 而且大部分都已经开败了 像这种枝条的话就不能沿着这个底下给它剪掉 如果沿着这里给它剪掉的话 那么第二波花的话根本就没什么花可看了 像这种枝条的话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给它剪掉 就是这个花朵开败的往下一两对叶子出现的就可以了 这样就修剪好了 要不了多久又可以开爆花给我看哦 好了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继续 我们明天继续